京东上的订单详情显示,夏先生是10月5号凌晨1点多下的单,用一部旧的华为手机加上599块钱,换购了一部苹果平板电脑。 手机的质检报价是2700块钱,以旧换新补贴是500块钱,回收商家是爱回收。 视频里这部华为手机是夏先生去年花6800多块钱买的,手机侧面的下方有一处小磕碰。 夏先生承认,10月5号在京东下单的时候,他在旧机估价界面中的每一个项目里,全都选了第一个选项,也就是代表手机状态很完美的意思。 当着记者的面,夏先生又重复了当时的操作。 记者注意到,边框背板这个项目中有五个选项,夏先生选的是全新包装未拆封,这也是导致后面一系列问题的关键。 夏先生说,自己下单之后又重新试了一遍,看看边框背板这个项目选择,磕碰掉漆或边框磨损的话,手机估价会是多少。 夏先生说,爱回收的质检工程师10月6号上门服务,也是用这个旧机估价界面进行操作,最后给内部华为手机的估价是2700块钱。 夏先生告诉记者,事后他才留意到一个细节,京东订单上还有两个灰色字体的报价, 寻价报价3500元,已旧换新补贴800元。 他后来跟爱回收全国客服确认过,手机估价达到2800,就能拿到800块钱已旧换新补贴。 按他10月5号选择,磕碰掉漆或边框磨损来估价是能达到2800元的。 但第二天,爱回收的质检工程师上门后的估价是2700元,少了100元。 估价和补贴两项损失加起来,有400块钱。 如果我按照2700的话,他只能给我补500,也就是说我要买到这个苹果迷你6的话,我额外再补了599块钱。 如果原来按照当时下单时那个价格是2800块钱以上的话,我只要补应该是200不到一点就行了。 手机估价为什么隔天就会少100块钱呢? 夏先生找到了一个线索,同样是这部华为手机,爱回收的估价在不同的时间真的不一样。 以记者采访当天为例,在旧机估价其他选项都选择一致的情况下,如果边框背板这一选项,选择磕碰掉漆或边框磨损,手机的最终估价是2700,比夏先生10月5号尝试的时候少了100。 如果边框背板这一选项,选择全新包装未拆封,手机的最终估价是3400,也比10月5号少了100。 24小时都不到,就变成2700了,我有理由怀疑你这个是不是故意调,按照2800的那个价格,把那个补贴的差价也一并还给我。 然后这个估价100也还给你。 对于夏先生反映的情况,京东客服表示,这件事要由爱回收方面来回答。 爱回收的话是属于咱们京东旗下的这个二手回收平台的。 具体回收的结果的话,肯定是以后续就说工程师这面鉴定为准的呀。 因为爱回收的那面业务,还是以他那面就说专线处理为准的。 爱回收全国客服答复记者,旧手机的估价隔天出现变化很正常。 像夏先生这种情况,还是建议客户在旧机估价界面中,按照手机的真实情况点击选项。 如果手机信息不真实,当时的估价是不保价的。 也就是说,如果当天夏先生如实选择磕碰掉漆或边框磨损来下单,就不存在所谓的损失了。 需要二手市场的影响呢,它的价格是实时不落吧。 如果说您这个之前属性和您下单时候的属性是完全一致的话, 那如果说它这个价格是发生下跌,只要属性一致, 那我们也是可以承诺按照下单时候的价格给到您的。 如果说您这边直接属性不一致的情况下, 只能按照现场之前最后的价格给到您。 最后,爱回收全国客服表示,夏先生这件事已经有专人在跟进, 公司会尽快给出答复。 1818黄青眼七处报道。